大家好,今天要与大家分享蒸香蕉糕 所需的材料非常简单 我们需要四条中型的香蕉 面粉、鸡蛋、油、发粉、苏打粉、香草精、盐少许还有黄糖 那不用黄糖的话也可以用白糖 首先我们把一粒鸡蛋打入大碗中 再加入黄糖、盐 还有香精 把鸡蛋和糖搅拌均匀 搅至糖融化为止 香蕉去皮 再把香蕉压烂 压烂了的香蕉我们把它加入刚才的面糊里 再次的用力把它拌匀 现在我们来过筛面粉、苏打粉还有发粉 再次的把面粉和之前的面糊拌匀 这时候我们看到面糊是相当粘稠的 最后我们加入石油 也就是煮菜用的油 再次充分的把它拌匀 把模具抹上一层油 这样蒸好后就比较容易脱模 现在我们把面糊倒入模具中 倒置满 水滚后放入锅里蒸 我们以中火蒸15分钟 时间到先熄火 这时候我们不开盖 10分钟过后我们打开盖 我们可以看到香蕉糕 发的漂亮漂亮的 待冷后就很容易脱模 松软又好吃的香蕉糕 就这样简单的完成了 喜欢的朋友欢迎您试试 也欢迎您订阅分享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 很